嗨喲聊四季 天氣的五星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場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公益杯的比賽 OK 公益杯現在打得水深火熱 ERROR對上MIPER 我們今天一次連看兩場 那這場的MIPER是選擇了喬治亞 那喬治亞在上次的大賽裡面 可以用這個喬治亞使用BD戰術 瘋狂拆掉 那現在喬治亞已經被NERF了 他的傷害BUG已經修正了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對建築物增加額外增傷 所以這個拆加效果應該是一種大打折克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喬治亞這個文明 喬治亞的最大特色是開啟一台免費的羅車 他的強化教堂可以再給強化教堂附近19格的村民 增加10%的工作效率 喬治亞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打騎兵路線 因為他騎兵會自動回血 金關技術可以減少騎兵的佔用人口 喬治亞人後期也可以點下馬弓 雖然他的馬弓沒有拇指環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況下 喬治亞人也會去打馬弓的 喬治亞人最有特色的還是他的寶兵 莫娜斯帕 每5隻的騎士會每5隻的莫娜斯帕 都可以增加莫娜斯帕的1.3 最高可以加4.3 所以到了後期莫娜斯帕 最高傷害可以高達22.3 而且黃金造價還不需要50塊錢 就可以按一隻莫娜斯帕 所以喬治亞人打法還算是偏強騎士的部分 現在接下來看一下中國人 中國人最大的特色 開局的時候會有多3村 但是會減200肉的關係 所以川民術的領先並不會非常明顯 可能會領先1村或1村半 或是快要2村這樣子 所以這邊看到現在是16村對17村 所以中國人的玩法 是比較偏向於前期用1村的優勢 快2村的優勢去進行一個領先 那中國人的後期科技線不太足夠 他並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所以後期遇到攻城器的時候會非常難受 那中國人的優點是 他有重裝騎士也有重裝駱駝 而且也有強奴槍兵都有 三公三房全部都有 但是就是沒有這個攻城器的部分 所以很容易被壓著的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升級 那這邊看到中國這邊的打法 是一個八木開竹 那這邊還沒有下均嬴 是因為木頭不夠 這邊升級還蠻快的 蛋白河這邊已經先下了一個均嬴 欸但這裡有兩隻 乳牛 被偷 蛋白河有看到 趕快攔截回來 這兩頭乳牛 兩頭乳牛 就可以增加300肉還不錯 好 這邊居住防射補了一個 左邊 防止這裡已經圍好了 戰士不會有事 好 右邊補了一個射箭場 中國決定要來打一個工兵開局 這時候才補下了採礦文壁 那工兵大概會稍微斷一下下 可能要補下毛兵 那槍兵的部分可能要按一下 因為喬治亞本身就是一個騎兵開局 這邊都有偵查到了 所以繞回槍兵還是要補 OK 槍兵馬上補下 好這邊直接不按毛兵 直接停一下工兵 然後繼續按工兵的路線 瞄打算前期一個大爆兵 那如果你要用大爆兵的話 就是如果你工兵如果沒有黃金的話 千萬不要讓他空窗起來 繼續按毛兵也行 有時候混一些毛兵在裡面 工兵對射的時候也會有點優勢在 好這邊 攻擊手數量來到了三隻 槍兵數量兩隻兩隻 右邊三隻肉馬 過來上了嗎 不上 撤了 好這邊收掉喔 欸 槍兵差點戳到 Rype這裡要直接硬吃囉 對這裡一定要硬吃喔 好趕快爆打一下木牆 稍微繞一下 又一隻槍兵過來 直接硬吃把殘血拉走 Rype這邊槍兵硬吃給Hera壓力非常大 但是沒有打到任何一村 Hera這邊防守實在太漂亮 好左邊的刺頭先過來偵查 看一下前線有什麼兵種在等著他 好大量的毛兵 OK那這邊弓兵跟槍兵喔 基本上就被守住了 那這邊可以繼續看Viper會不會繼續偷村 用這個肉馬去偷砍村民 好但Viper現在野外的 村民喔 也就只有這三隻村民在外面挖東西 所以只要專心守住這塊區域就沒問題了 所以毛兵自壓這邊應該尋鎖就OK 這邊拉三隻毛兵去偵查一下 看一下他的毛兵到底在哪 好這邊赤猴走一走也沒發現 難道是往下走了嗎 沒有 他就是躲在這個位置而已 完全沒有動 好這邊工兵就能過來 欸 Viper這時候發現 原來你在這啊 趕快拉這個毛兵回來 那後面有老虎 在幫忙輸出 哇 沒有工兵鎧甲貼太近 直接被收掉了一隻 欸老虎怎麼跑去追Hera了 幫咬一隻 Tiger 哎呀 被搜索了 人類真太可惡了 OK那Viper這邊是點下了城堡時代 Hera這邊城堡時代跟一級農也補下了 那這邊點一級農之後呢 農田還會再加10% 因為中國人的團隊加持 可以增加10%的農田肉量 所以這個肉量可以讓中國人 拿到一些小小的優勢 農田可以吃的更久一點 就意味著你可以省下更多的木頭 跟對手比起來 所以千萬不能小看這10% 往往這10%可以幫助隊友 增加一些經濟 還算不錯的 好 中國這邊是轉出了騎士喔 還有生鋁 那Viper這邊則是 還在撐10%的關係 但是他也沒有挖10% 那很有可能TC會先開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先轉出騎士 先扛一下 那修道硬要趕快補 騎士過來了 OK 強化雕堂補下 我在黃金礦的地方 可以增加村民的工作效率 裡面的肉量還在追 還在繞 只要繞多久 繞爽命 好 三隻肉麻 扛一隻騎士 扛到頭破血流 拉到強化教堂 幫忙輸出一下 但是駱駝也過來了 上面騎士也在繞 這裡有點混亂喔 OK 騎士最後全部被收光 HERA這一波的騎士衝鋒宣告失敗了 反正這邊轉出駱駝來喔 讓喬家人不太好打 反正這裡還有一個強化教堂 待會還可能會被僧侶招降掉駱駝 這邊牧場可以刪除掉了 羅車可以拿去別的地方 去砍治 這是要開TC的意思嗎 看起來是喔 好 再開個TC OK 哇 騎士 哇 這個防守太漂亮了 騎士差點被招走 所以要是我 早就沒有這隻生鋁啦 VIPER的手術就是VIPER 世界冠軍互打 就是這麼的精彩 這隻生鋁怎麼活下來了 真的很神奇 好 呃 現在喬家是3TC Kano 說過這邊也是3TC Kano 兩邊都是一顆正常3TC 好 這邊高速補血 好 3TC 繼續農上去 那現在經濟配置來說 喬治亞的木頭用量是相當極限的 只有11木而已 但中國這邊也是 兩邊的木頭量都沒有繼續補下去了 反而是開始補一些黃金阿 還有肉阿 喔 這樣子的話 他這樣灑農田就會灑得很慢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這樣子的 還是比較建議 趕快去把這個木頭補起來 大快速開農 那為什麼VIPER不這樣子做呢 是因為他們現在要砍壞這個 城堡的部分 所以本來這邊 蓋在石頭礦旁邊的村民要去挖木頭的 被拿去挖石頭了 所以現在肉類沒有辦法迅速展開了 所以我們常常在說 這個挖石頭就是傷經濟 這裡就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像中國這裡沒有挖石頭 他木頭量就會再更多一點 農田就可以撒得再更快一些些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住 挖石頭就是傷經濟 千萬不能大爆挖石頭 那你就會非常傷 OK 那VIPER這邊是挖了快要四百石頭 應該還是要打這個莫納斯帕 最近喬治亞不打莫納斯帕 我是沒有看過有贏過的 除了打這個馬功以外 打重裝騎士 基本上是不太能贏 準備肉麻 沒有敲掉生魚直接自滴 還是被砍死了 不知道 兩隻生魚在招 應該是招不想不到 這個肉麻應該都直接拉走了 又有一隻肉麻衝了過來 有機會招到嗎 技術差了一點點 剛剛沒有斷招響 所以這個招響是有機會招響到對方的肉麻 OK 敲債在裡面補下了前程科技 還有一級弓 這個鍛造技術 前程是我們的四季第五 上次改版的新東西 他可以增加單位的抗招響能力 不太容易被招響掉 當然也是多翁一次的感覺 不武小補 畢竟沒有前程的話 很容易被招響掉也是蠻麻煩的 又不像清奇兵有這麼能抗招響 OK 那中國這邊是補下了手推車 兩邊進行 你農我農 農夫開局 好 那這邊 喬治亞轉出了五隻村民蛙石頭 那我也比較推薦大家五村去挖石頭這個策略 五村去挖的話就不會那麼傷到經濟 好 VIPER決定要把城堡蓋在下方的金礦處 哇 這個勝率直接被擊倒 我的天 這一波 VIPER損失數量非常多 騎士直接賺到非常多村 哇 這一波下去 頭破血流 左邊的城鎮中心還沒有蓋好 這邊收村 這裡能蓋好嗎 這裡圍一下 好 稍微夾一下 不然村民要被打爆了 好 家裡騎士 還是被逼退走 肉麻好像有砍到了一隻僧侶 有一個死地堂的地上 OK 那看起來中國人這邊的打法 算是要轉駱駝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打駱駝 畢竟是打騎士 莫娜斯帕的存命 但是如果現在轉駱駝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喬架這邊鬼轉馬弓怎麼辦 那駱駝可能會被馬弓打帶跑 一直被秀 中國這邊是轉出了工兵單位 所以也沒有馬上就轉駱駝 算是打得相當保險 保守保險的內容 那麥克最終還是要打這個 喬治亞的莫娜斯帕 畢竟這是他的活命單位 畢竟走馬弓路線的話 中國只要轉出強弩 或是馬弓 本身就有拇指環的優勢 或是中國聯弩 根本打不贏 所以麥克還是走了一個 比較 能有機會贏的方式 好 那這邊喬治亞的數量 來到了三隻莫娜斯帕 數量再加上去的話 傷害就開始提高了 後面再補了一根城堡 左右兩側補了一根堡 讓對手不太容易輕易入侵自家門面 好這裏有幾隻聰明看到 看起來麥克應該是意識到了 你是要來插寶罪吧 直接插在臉上 地獄斯帕已經好了 但是城堡還沒敲下去 還損失了兩村 洛福過來 稍微反擊一下 麥克這邊的經濟其實沒有到非常好 兩邊的經濟都是差不多的 中國的城市那一村牛市 在這裏就不是那麽的明顯 這邊大缺補下去 這裏有可能是要補個鑽瓦 為戴回地獄師帶來兩邊要戶頭 對果然補了鑽瓦技術 鑽瓦技術補下之後 巨型投資機互拆的過程中 有鑽瓦技術的那邊 往往的優勢非常巨大 可以提升防護力跟血量 非常好 好 右邊這裏繼續伐木 這一坨還在繞 HERA這邊是有抓到這一坨騎士蹤跡的 但後面好像少讓莫娜絲怕喔 但HERA這邊也是有放了一些生女在這邊等著 中國HERA點下了重裝駱駝 好 右邊這裏 開拆巨型投資機 沒有先猜城堡 但BIPER在這張地圖來說 他並沒有高地優勢 小甲人 他的高地呢 是可以解免傷害的 但是 他這裏的寶是沒有插在這邊高地的 因為這個位置並沒有高地 但是他現在有個優勢 就是修理很便宜 雖然有點被Nurve 就是修理 嘿 但修理起來還是挺省 並不會到完全無感 唉唷 順利拆掉了一台巨頭 終於準了 後面有少量肉馬還在繞 看能抓到一些生女 但這裡完全沒有生女 右邊的駱駝開數量多了起來 中國這裡補下了馬開 好 三級射油 看強武還沒有升級 這邊駱駝要直接硬上了吧 看他這一波交戰 駱駝跟莫娜斯帕兩邊互撞 但後方還有弓兵在幫忙輸出 這一波打起來 莫娜斯帕直接投破血流 哇 感覺快要退不成軍了 大方的巨頭司機 貝羅托直接硬拆 拆掉了一台 可是後方的自己的巨頭 又被拆掉兩台 Vipe的巨頭好像有點準 特準的那一種 好 這邊快去點這個後方的強弩 這強弩有點麻煩阿 暫時解不掉 現在Vipe正面開始打不太到 好 點下來二級射 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跟傷害 好 彈道學也補下了 好 這一串名要趕快修起來 巨星透視機還有一台 直接全線集火 哇 這裡硬扛 Vipe有點 夾不太住阿 對方的弱駝數量真的太多了 怎麼會這麼多阿 前線瘋狂補弱駝一直往前補 這裡 這裡 但是好加載喔 城堡還沒有被拆掉 而且圍牆也補下了 現在城堡血量來到7000滴血量 非常坦 OK 中國這邊是補下了強奴跟馬凱 後方少量的騷擾 好 這裡巨頭 繼續拆 4台巨頭 每一下大概是1200滴的傷害 這邊虧錢也差不多是1200滴 所以暫時能够夾得住 這根城堡如果是夾不住的話 Vipe會受到非常多的經濟准傷 因為前方的金礦 還有這個農田 波羅被輾過去 請問這個礦 應該是Vipe很小拿回來的 但現在Vipe來個BD 想要從後面來 這邊城堡也太多了吧 直接個城堡射成防守 這個很有想法 後面直接用高地堡 城堡這邊直接夾 這邊駱駝再次上前了 駱駝上前 後面的強奴也在開始射 這邊一個包夾 把莫拉斯帕的傷害直接打到極限 莫拉斯帕的傷害已經來到了最高 但是已經被射爆了 如果有上面那一坨的莫拉斯帕在中間的話 正面應該是能夠打得贏 但是沒想到正面已經潰敗了 Lipe有點估散了自己的火力 傷害並不夠足夠擋住這些 駱駝跟強弩的傷害 我們有更多巨型托斯基 開始往前補五台 開拆了 好 上方這裡的莫拉斯帕想要過來 但是赫拉這邊防守非常漂亮 好 鳳姐穿了過來 但是又被圍 繼續圍 哇靠 這個玩法很像Viper 用Viper魔法來攻擊Viper 用Viper魔法來攻擊Viper 用我的魔法來對付你 OK啊 可以吧 這招人機完全洗的了 以前他可能還會臘場 手術失敗了 但他現在越練越純手了 但最後還是被打破了進來 但是下面更為重要 這裡要是繼續被推進來 會被整鍋端掉的喔 完了 還有非常多的弱駝 33隻 喬喬這邊只剩下22隻的莫拉斯帕 好 全部拉斯帕 就算了 好 看一下這一波 沒有 往後拉 Hera這波打實在太漂亮了 好 超人進去 出火 不想理了 直接趕快往前抽 Smip這一收村 機會嗎 現在洛索少了一隊 這裡要開打 感覺是最後的機會了 但數量只有少量的35隻 莫拉斯帕 巨頭稍微反擊回去 後方巨型頭司機 這波可能要上了 好 最後大決戰 看一下這兩邊的血量變化 好 目前前面的洛托直接一次排開 但洛托使用速度非常快速 雖然有重中過逃加成 但傷害非常高 後方強武繼續射擊 後方強武完全沒有人可以擋住 傷害現在是兩發一隻莫拉斯帕 用中國連弩 而是直接用槍武射光了VIPER的所有單位 這邊巨頭雖然VIPER的巨型頭司機很幸運的 拆掉了非常多的巨型頭司機 前面這時候 但他後期 木納斯帕單純的戰力 還是沒有擋住前方的駱駝 那以正常的角度來看 喬治亞這邊是要轉出騎兵來 去戳駱駝 然後打正面才會打到優勢 如果沒有轉出槍兵來的話 木納斯帕損失速度太快 自然會潰不成軍 畢竟數量越少 傷害就越低 而且VIPER這邊連三弓還沒有點下 最後可能是VIPER打不贏 中國這邊的最大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中國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那軍事方面 則是中國拿到1.1億的KD 兩邊KD都差不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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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